历代治下第三章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过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预备的地方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执政后第四年二月初二开始建造 所罗门建造神殿宇的根基是这样 按古时的尺寸 长27公尺 宽9公尺 殿前走廊 长9公尺 与殿的宽度相等 高9公尺 里面贴上纯金 大殿的墙都盖上松木 又贴上金金 又在上面刻上棕树 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垫墙 十分华美 金子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正殿和殿的栋梁 门槛 墙壁和门扇都贴上金子 墙上刻上纪录帛 他又建造了制圣所 长9公尺 和殿的宽度相等 宽度也是9公尺 里面都贴上金金 共用了20公顿金子 钉子共重570克金子 阁楼也贴上金子 在制圣所里 雕刻了两个基路膊 都包上金子 两个基路膊的翅膀 共长9公尺 一个基路膊的一边翅膀 长2公尺2公寸 处着垫墙 另一边的翅膀 也长2公尺2公寸 和前一个基路膊的翅膀相接 这两个基路膊的翅膀 都张开 共长9公尺 这两个基路膊 都面向殿内站立 所罗门又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 做帽子 上面绣上基路膊 在垫的前面 又做了两根柱子 高15公尺半 每根柱上面的柱顶 高2公尺 2公寸 又做了像项链的链子 安放在柱头上 又做了石榴100个 安放在链子上 他把这两根柱子 立在垫前 一根在左面 一根在右面 右面的叫雅金 左面的叫波阿斯